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前三次的讨论当中 我就谈到了这些称呼当中的前三个 那就是预备者 一致者 我们的旗帜 你能记住这些次序吗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第四个有关耶和华有关联的一些称呼 和平的使者 这就是赐平安的耶和华了 这个称呼来自旧位圣经 事实记的第六章 那当时以色列人遭到了米甸人的侵略和压迫了 他们被欺负 当时以色列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 就好像是过着难民一样的生活呀 大家都求告神耶和华 神就派下天使向基甸显现 让他起来 带领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基甸却认为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神就透过天使提醒基甸说 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你看啊 神应许他会成为一个大能的武士 并且赐给他攻击米甸人的策略 最后基甸很希望更加了解向他显现的天使 并且他希望向天使献上礼物 那后来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旧位圣经事实记的第六章十七节 那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基甸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 等我归回 将礼物带来 供在你面前 主说 我必等你回来 基甸先预备了一只山羊羔 用一衣法细面做了无效饼 将肉放在框内 把汤盛在壶中 带到橡树下 陷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 将肉和无效饼放在这磐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的使者 伸出手内的杖 杖头挨了肉和无效饼 就有火从团石中出来 烧尽了肉和无效饼 耶和华的使者 也就不见了 基甸见他是 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哀哉 主耶和华 我不好了 因为我敌面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致死 于是基甸在那里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意思就是 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沙龙是希伯来文 表示了平安的意思 现在希伯来文当中 仍然用沙龙来表示 祝福人家的平安的 那刚才的那段事实里头 我们得到了 对耶和华有关系的 第四个称呼 也就是神的儿女 对神的一个信念 那就是 神是和平的使者 神就是赐平安的神 人类需要平安吗 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 我们人人都需要平安 我们需要两方面的平安 首先是我们 需要与神相和好 一种与神之间的 个人的关系的和好 我们不愿意得罪神 不愿意使神发怒 而是希望得到神的喜悦 得到神的保护和神的祝福 在旧位圣经当中 总是通过献上牛羊等等的 牲畜的生命和血 作为祭物的 那其次 我们需要和平 不仅仅是限于与神之间的关系了 也包括了在我们 深处的这个逆境当中 好像事事与你作对的时候 甚至在战争动乱之中 神赐给他的子民平安 在动荡之中 虽然能够有平安 那是因为 这种平安 是建立在与神之间的关系上的 而不是建立在人跟环境上的 如果你只是看环境的话 那往往你会发现 毫无平安可言啊 但是如果你知道 神 以和华这个名字 就意味着我们的平安的时候 你就会在任何的景况当中 任何环境当中 无论如何 你仍然会满心有平安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两方面的平安呢 下面我就分别来跟你谈一谈了 首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平 也可以说是相和好吧 跟神的和好 西约圣经当中 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问题的 今天我们就两个地方来看看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 圣经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了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 才能与神和好的 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保罗在这个地方说 因为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啊 我们之所以能够跟神和好 是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做了活计 被钉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 使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能够与神重新和好 那么相反呢 那些作恶的人 和不信神的人 却得不到内心的平安了 我们可以来看看 以色亚书的第五十七章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唯独恶人 好像翻腾的海 不得平静 其中的水 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 我的神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你看呢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了 相信神的人 借着耶稣基督 与神重新和好 从而得到了 从神而来的平安 不是任何环境可以改变的 那么反过来 那些恶人呢 他们就必不得平安了 罪不会让我们平安的 尽管外在的环境没有动荡 但是只因为有罪 依然掌管着我们的内心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了 那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方面的平安 在世界上的平安 在患难 疾病 战争 痛苦当中的平安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需要得到的平安 让我们看看圣经上 是怎么样说的吧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二十七节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弟兄姐妹 我觉得经常是我感觉到高兴的一句话 那就是主耶稣他说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 或者是物质 所能够给你的平安 那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是短暂的 不能令人满足 不能令人满意的 如果我们想依靠的话 或者说依靠物质带给平安的话 那恐怕永远只能是非常有限的 往往会使你大失所望的 但是我们的主他却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第三十三节那儿 耶稣又说了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你看哪 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呢 耶稣基督却是我们的平安 他已经战胜了世界 因此世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 因为主跟我们同在 主还住在我们的内心 只要你相信耶稣 跟神重新的和好 不论你是谁呀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种族 什么样的背景的人 你有文化 没有文化 都不要紧的 主耶稣都将跟你同在 赐他的平安给你 那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听听 保罗是怎么样 说到耶稣赐平安的事情的 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第十三节到十七节 保罗是写给外邦人信徒的信 保罗他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 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近处的人 那十字架的信息 就是平安 与神的平安 与神和好之后 所得到的平安 在动乱当中的平安 也是这样的 与信徒之间的一些友好关系 也是借着十字架来的 以上这些道理 又是我们想起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 神拯救挪亚和他的一家 当时的世代被洪水淹没的时候 挪亚的全家 以及各种的动物 都能够在方舟里头享受到平安 这些动物当中 有些本来就是互相敌对的 但是在方舟当中 他们和平共处 这是何等美好的平安 愿神赐福给你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